今次介绍给大家是一个townhouse和condo的development by Polygon 位于Burnaby 但虽然它在Burnaby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被很多树包围住 所以如果大家想住在一个很幽静的地方 但出市区又很方便的话 就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看我的影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温哥华专业地产顾问Pensy 今天来到Burnaby Edmonds区 因为Polygon在建设一个pre-sale 这里的pre-sale有44个townhouse和15个condo 在Corno只有1至2房 townhouse全部都是4房 我们现在可以带大家进去看看它的showroom 看看它的积职有没有之前Polygon 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楼盘 看看有没有它那么漂亮 我们先进去看看 我们现在进去这里就是一个sale center 所以可以顺便拍摄 但是在这边如果看进去 在1那边是什么样子 在1那边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终于进去Burn Park这个sale center 其实我们和客人等了很久 因为上年已经问这个project 他们打算是pre-sale开门 好像之前Ballantree 但他们决定起到差不多 起好才开门 所以现在是夏年spring收楼 因为Burnaby 这里没有很多 有很多传统的townhouse 有double garage 有全新 又是发展商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project 预计也有很多人喜欢 以及会买的 我首先可以和大家说了它的location 它的location是on the east side of Burnaby 叫做Edmond's 它是along的叫做South Ridge Drive 然后它是困在很多greens 很多绿色的树 好像森林 所以有一阵子 看着后面的四房townhouse 其实是很舒服很private的 那它附近有些什么呢 来到这边之后 其实下回这条大街 就会有个叫market crossing 其实里面是什么都有 是买菜 吃东西 买咖啡 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 所以只是开车可能5分钟 如果你是需要走路走下去 亦都没有问题 所以是方便的 另外它亦是接近Edmond's Sky Train Station 所以之前我有客人买了 上去了这里 他说走路去Sky Train 是很方便 所以如果下回这里再上去 可能如果你多加5分钟走路 或者你又可以叫家人车里去的车站 都是很近的 如果你想去metrotown 你就去回Kingsway那里 我想10分钟开车便会去metrotown 如果你去Richmond 其实就是走路走去Richmond那边 所以它这个地点 不是很多commercial 但是所有东西都很近的 亦都会有很多green 会很舒服 它刚才说了 它是有townhouse和condo 我们可以去到townhouse那里 我们可以去到townhouse那里 所有的floor plan 都有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这是其中一个卖点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这一只 然后它楼下这里 便会有一个bedroom 它选择了没有一个full bath 因为它们收集了很多意见 就是full bath不是每个都需要 可能它们觉得今次这一只 就不同 之前Bowlandtree 就是有full bath 那就不需要有full bath 然后那个入口 亦都会在这里 在最低那层 因为它的地形 是有少少斜了上去上山 所以有一些entrance 就会在中间那层面桌 有些就会在低那层 所以这个就是低那层 然后上去面楼 就会有一个很阔落的dining area 和living area 也有一个L型的kitchen 旁边就是一个family room 也有一个整个unit 那么阔的deck 稍后也可以展示给大家 因为它已经有个示范单位 上去就会有三间房 就会有两个full bath 那你会看到 然后所有laundry 都会是side by side 那它在ensuite那里 就有double sink 然后呢 它两个bedroom就在另一边 这个就是townhouse的租 那如果大家在考虑 condo 它是一房至两房 它的尺数 其实一房是六百多尺 那两房它有八百多尺 或者九百多尺 那我们都可以快速进行 这个one bedroom plan 它没有show room 但是它的租职 大同小异都是这样 一进去就有一个 又是L型kitchen 很漂亮的 有一个island 就是吃饭 living area 然后有个main bedroom 就是一个ensuite 去到洗手间 今次这个laundry condo 比较小一点就变成stack up 但是也有一个尺寸不错的deck 那我们都可以看一下 那个site plan 让大家知道 exactly 它那个位置是怎样的 因为呢 现在我们这里 on south ridge 和burn park drive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那条大街这里 它就很好 起码townhouse 会有多些private 这条大街 就会看着这边 有一批就看着这边大街 虽然这条是大街 但是我所目测到 其实这条大街 就不会很密集的 那些车 所以我想 噪音程度 不会说很差 然后这些就是 所有44个townhouse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坐着 那些backyard 看着这些green 这些是最美的 价钱应该是最贵的 那中间呢 因为它会看到 那个condo 有几层 所以这些价钱 就会双易一点 它现在那个starting price 是1.47 for townhouse 所以应该是 这一排中间的unit 越去这边 越private 那当然就价钱越贵 所以刚才说了sky train 你就会在这条街上去 然后就可以走去sky train save on food 便会在这一边 那现在我讲完这些overview资料给大家 其实我们可以立即进去show room 给大家看一下 今次的finishing 有多漂亮 那我首先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F plan 这个F plan 差不多有1600多尺 有四房两个半次 我们现在就站在正门 这个正门 就是我之前所说 在中间的入口 所以一进去 便会在living space 然后我们正门 对面这一排屋 很漂亮 就是对着一个很private的green area 所以这边是很幽静的 所以进来这个正门 已经是一个living area 就很光亮的 你会见到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corner unit 所以就会有很多窗 而我们这里入口 已经是一个living space 然后这一边 其实是剩下一个位置 它现在摆了设计item 是用来摆鎖匙 有些storage 有些架 所以这个位置 你可以用来 例如有一个bench 坐在那里脱鞋 或者再摆多一组柜 在那里挂衣 摆多一些杂物都可以 这个位置很好 或者我又想过 这边可以 因为它现在的梳化 是好像一个 跟朋友聊天的位置 但如果你想要 大一点的TV area 其实我觉得 可以将那组柜 不要 因为那组柜也是design item 梳化就停留在整个l型 然后电视机就放在这边 整个阔度就会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有不同的设计 可以放进去 虽然它现在都做得很漂亮 另外一边 它就是这个正门 这个窗很大 去到很高 所以它采光非常好 亦都在这里 看回刚才的green space 所以你是很幽静 虽然你自己在Burnaby 叫做可能很繁忙一个city 但你回到家 其实这边很幽静 中间这个 它就是一个dining area 所以它放在一张饭桌 有一个灯位 给你摆吊灯 因为它这个corner unit 这里是凸出去的 待会可以看看 旁边的middle unit 它就是没有了这个凸出去的位置 所以你说吃饭这个位置 就会小了 这里又多了两组窗 整个感觉就是阔落和光满了 我们现在这边就是一个 刚才说的L型的kitchen 其实也是 像它 typical的L型厨房 它这个island 就比较阔了 就是阔一点 因为之前那些可能是长一点 窄一点 它现在就阔了 所以放东西多一点位置 然后也可以放到bar chair 它这个colour scheme 就是深色 是木 这些cabinet 这些建立了的冰箱 待会可以看看 另外一个colour scheme 白色是胶的 就是另外一个colour scheme 它这个就是36寸 fisher and pay cow 然后另外 stove就是guess stove 有五头 就是kitchen aid 然后oven也是kitchen aid 大家会觉得感觉更加好 它这个hut fan 今次改了 不是用它平时那一款 变了kitchen aid 那我觉得 大家会觉得感觉更加好 然后它那个island 都没有浪费 都是好像它这样 整个桌子 可以放东西 放到很多东西 你看到它很深 那个桌子 又有soft close 这边的sink 就是double sink 就是开了窗 然后呢 这边就是叫后面 下面是车房 看了那些condo 但是因为它中间有些green space 所以它其实那个space 都很阔落 不会说是屏风楼 亦都可以挡到外面大街的车声 所以里面这边是静一点 它的洗碗机也是kitchen aid 你看到它所有 就是很大 很够容 这个kitchen 然后呢 kitchen旁边 刚才说的是family room 它现在设计了就是用来摆电视 就是一家人可以在这里看电视 但我就觉得可以反而是调转 这边可以用来flex area 如果你有小孩 这个变了play area 都可以的 因为在厨房旁边 妈妈可以看到它们玩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很长的balcony 是red到这里的 所以你看到它这么长的 所以这个位置 亦都在后面放了一个barbeque楼 即是说你可以在balcony 和朋友去barbeque楼 即是说你可以在balcony 和朋友去barbeque楼 那我们现在可以呢 首先先展示楼下 那我们在楼下的通道呢 其实它已经有个closet 在这里给你挂衣服的 譬如你回到家 你在下面车房回到家 又可以正门回来也好 都可以在这里挂衣服 然后polygon这么细 当然不少得一个powder room 因为要不然你去洗手间 你要回到楼上 它这个powder room 其实也是一个座廁 然后对面它要关门 它就可以用到sink 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最底层了 最底层了 最底层了 最底层 下到这一层 其实是一个 可以叫做一个小天地 这样的 你看到它是车房在这里进来 这里有个一组柜 是它设计的item 我觉得它做得不错 因为它可以有个 沙发给你坐在这里 脱鞋 然后摆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尺寸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double size by size 家庭的尺寸 又很够用了 因为它旁边有些位置 你可以再摆架 就可以多些充分 而且今次它这个屋远 它也有EV Charger 220V 如果你要开电车 它已经做好了 就会给你了 然后它的Hotwater厅 在哪里 它Hotwater厅 就会放在这里 就会在家里 就在这里 有什么事 如果要人家弄 都方便一点 就不用进屋 所以你会看到 这里我们回家 拍车回家 然后呢 其实这里也有个 这里也有个 櫃 给你掛衫摆鞋 所以这个櫃 有两个 一个在楼上 一个在这里 然后你看到 这里有道门 就是第四间房 这里也有一间房 因为最高的层 是三间房 所以这里 因为这个房子 也有一个櫃 有窗 它就是一个屋 如果你有需要 有家庭或朋友 你其实是可以让他在这里 睡觉 它也有窗 closet size 也不错 所以你看到 它现在设计了 其实就是一个 home office 它就放了一个 墙桌 放了电脑 有租櫃 这个就是可能有很多人 现在work from home 还是要一个很quiet的 空间 这里就very good 因为它整个感觉 是很close 是自己一个 独立的地方 在这里做事 所以这一层 我们介绍了 我们可以上去最高那层 给大家看一下 三房和两次 看完楼下那层 我们现在上去上面 它上去 就会在正门 一入转弯上楼梯 你会见到 其实它这里 已经有两个窗 所以它看上去上面 就会很光亮 因为这里都是高楼 来的 我们上到最高那层 你一进来 就会是 side by side laundry room 它就用wear pool 然后它又有一个 cross countertop 加上 已经做了一组柜 给你了 刚刚好 你看看 刚刚好 不会撞的 那就放这些东西 然后有一个架 给你掛衣服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功能 所以这次 也保留在这个burn park 那里 我们先看了那两个bedroom 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首先说了这个 它分了男生房 你看到它 整个color scheme 是雷神 即是它连这些都做完 我真的觉得它很细心 这间房间 你会见到它有一个single bed 它就放了一个书桌 在这里 即是入场的 就可以省位 完全效果 用了整间房间的空间 这边就是去kitchen那边的景 它这边就会有个closet 一个size old ok的 够小孩子用的 我猜 这里挂衣服 下面放了一个柜柜 就很够了 你看那些墙子 它弄了整个雷神的样子 挺漂亮 然后旁边的房间 就是一见到就是爸爸小公主的房 整间房间都是很light pink的颜色 即是很柔和 它这间房间 是否感觉上可能闊过那边 就可以放一张queen size bag 然后旁边有个床头柜 再加一个书桌 在这里 好好利用这些空间 然后这边的景 因为它挽住Burn Park Road 所以这边是open景的 是可以看到一些green的 所以这个房间 我觉得那个facing 就是起码看多些green 不只是看condo 这个closet wise 都大一点 所以它给了女生用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女生多些衣服 好 所以它这层 都是用这个carpet的flooring 除了是洗手间 这里就会是一个single sink 一个bath tub 对 除了上面 这里也有个櫃可以放置 即是不只是一个长柜 多一个这个也很好用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主人房了 主人房 这次就有点惊喜了 因为它这个是high ceiling 这个master bedroom 所以感觉是很漂亮 而且我想立即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景 因为它很聪明 放了一个master bedroom 在这边 因为真的感觉是差很远的 和看另外一边 非常私隐度高 而且看着green 做完一天晚上回来 很舒服的 可以看到这个景 所以它说回尺寸 它的尺寸 它可以放到 king size bed 然后床头柜 这里也有一个distance 你可以在夜晚的时候 可以看电视 然后它因为corner unit 它现在连这边 它的主人房 这边其实它做了blind 但其实是有窗的 所以如果你要房子很光亮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这边是窗 一个大窗 然后看回外面有一个大窗 所以整间房子都很高 所以很阔落 很光亮 它这边也有一个walk-in closet 然后它的on-suite bathroom 就会在这边 它就会用了一个长形 你会看到 这边有个walk-in shower 有个位置坐 然后有个toilet 然后就会是double sink 这个也是那个dark color scheme 如果是浅色 就会是白色 加上大镜 照镜很清楚 所以现在介绍了 这个corner unit 的plan F 我们可以展示 中间的中间 给大家看看感觉差多远 而且它因为用了不同的color scheme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看 另外一个浅色的感觉是怎样 我们现在可以看plan B 大约是1500尺 可以看看它的分别 和Fplan有什么分别 它这边仍然是个facing 就是那个green facing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这边进来 这个位置 好像是比刚才的Fplan 也有这个空间 但就被刚才F的窄了 对了 这边也是 整个都窄了 所以它这边的dining area 是凸出了 刚才 现在就是缩回来 所以就是窄一点 刚才没有跟大家说 就是main level 这里会有9尺高的楼底 所以space-wise 也感觉不错 最主要是想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 白色的color scheme 它就会不是深色 这个就会是 即是胶 代替刚才的毛 但尺寸的那些 就差不多 这个 这个没有刚才的那么阔 刚才的island 是阔一点的 这个就变成长型 就没有刚才的那么阔 因为可能整间屋是窄了 感觉上这个 还有它那个balcony 它真的和房间的闊度一样 而F的是凸出 是再长一点的 我们现在下来这个Bplan的最底层 你会看到这个位置 其实是和刚才的位置不同 就是刚才的位置是长一点 但就窄多这里少少 这里就宽阔少少 但就明显是短了很多 因为刚才是整个Bench 位置 然后另外一个分别 就是这个车房 你都感觉到是窄 即没那么阔 和没那么长 就是比刚才的单位少少 就是比刚才的单位少少 那当然它也有EV Charger 但是整个位置是一个长方形 这样 然后进去那间房 那间房 那间房的尺寸也比较小一点 对了 它现在就很酷 弄了一个gym room 其实是一个flex room 所以很漂亮 它又加上这个玻璃 可以connect to wifi 我想是可以播视频 去做东西 玩一些视频 你一直在做运动 对了 所以我们可以上楼上 最上层给大家看一下 有什么分别 上到最高的层 也是有一个launchry room 可以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那个颜色 因为这个柜也是不同色的 刚才 深色的 然后两个房间和那个sharing bathroom 就跟刚才的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master bedroom 就没有了那个high ceiling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到这个感觉 但我现场所看 其实它也不是矮的 但跟刚才的真的差很远 它没有了窗 没有了high ceiling 都是看着这个幽静的景 但是刚才的舒服很多 当然 然后它这个洗手间 也是那个countertop 会短了 就是这边的countertop 你看到 它也是这种白色 大家可以看它的finishing 但是整个洗手间就短了 整个洗手间 就是F和E的分别 虽然是大了百多尺 但是整间屋 因为它有窗 感觉就差一点 我做closing之前 想拍下外面给大家看 因为后面这里也很漂亮 你会看到它的garage 它的deck 整个屋苑 然后对面那些condo 都会在这里 它的开价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最便宜的tountertop 是starting from 1.47 即是147万 它平均的price 就是差不多1千元一尺 然后condo那边 就会大约是950元一尺 Strada fee来说 它们现在这个Strada有两栋 所以都是under 1Strada 但是其实有两盘素 所以townhouse 是会自己一盘素 Strada fee大约是2毫6指一尺 而condo那边 就应该会贵些 会是4毫多指一尺 成交期 因为你都见到它差不多起逃 夏年年头的2023年 它这个project 是即刻就来开卖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即刻联络我 我即刻给大家多些资料 以及带你进来Sell Center看 有些什么呢 可以随时WhatsApp我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 按个like share出去给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就是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铃铛 我之后的影片你就会收到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